今天来说说大基沙和水妖精的利与弊 我先介绍一下大基沙 它是台湾或菲律宾那边河川河西楼中的沙 直径约为5到8毫米之间 非常圆润 没有锐角 不会删到鱼 它的好处是它能调节水质 因为它本身是小石子 能起到硬水的作用 而且可以使水的pH值稳定在7.5至7.8之间 也就是把水调硬 调微碱 非常适合羊孔雀 还有就是它的孔洞比很多绿材和水妖精都小而密 所以给消化细菌提供了非常好的场所繁殖 其实大自然中西楼里的消化细菌 也是主要寄生在石头和沙子上 它的缺点呢 就是培菌的相对来说比水妖精要慢一些 但是一旦培养好了 水就会非常稳 所以适合用于种于缸中 还有就是因为它很重 所以洗缸的时候会有点麻烦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 然后水妖精的优点 就是它相对来说很便宜 而且培菌速度快 清洗也方便 但其实没有什么缺点 硬要说的话 就是它太普通了 没有任何复杂的效果 比如调节水质之类的 搭滤 顾名思义就是用沙子的过滤 它其实是起到一个反气局的作用 沙子在底滤板上 一个气头通过管子 埋在沙子底下打气 压嘴方向为45度角 气头打气造成的水流 会在肛中循环 把一些把把带到沙子上 沙子上的消化细菌就会分解掉 沉淀物会落在底滤板下面 打开快排就排走了 打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